我最近身體真的發生了蠻巨大的轉變 原因是因為 我之前原來一直都在生病著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夢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找Wuzy要來聊聊什麼呢 哈囉 剛剛她進來我家的時候 見步如飛我嚇到 因為我住在六樓 然後我就想說我媽開了店門 就是樓下一樓的那個大門之後 我想說做我自己的事 反正她應該要一段時間 然後結果呢我坐坐坐坐坐 我沒幾下喔 然後外面突然就說開門 然後我想說怎麼可能 你也太快了吧 你到底是怎麼了 我其實一直以來都有拼血的困擾 像我們那時候大學一開始不是有一個健康檢查嗎 對啊 那時候健康檢查我就有檢查出我拼血 然後那時候就有去治療 大一那一年治療之後 我就覺得 哇我好了 就是只要 我繼續太長的喝茶或喝咖啡的話 好像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於是就一直到了現在 那你是怎麼樣會想要去 這一次要去看醫生 因為就過年那一陣子我突然發現 我頭髮掉了 動髮就掉很快 非常恐怖 好可怕喔 就是這種在洗頭啊洗完頭 之後洗一隻頭上 都會抹一些護髮的東西在發胃 然後一這樣抹一抹之後就說 然後就 欸兩三多髮 我就想說你怎麼餵 一開始我就很在意 然後知道某一天我在吹頭髮的時候 我就想說 打跟洗手很恐怖 我就想說看一下 我吹一隻頭髮會掉多少 結果就會非常恐怖 我就嚇到了 但我就想說 好 可能是因為那一陣子 我的頭皮有點狀況 因為那一陣子我好像用到 不是很好的洗髮精 所以 你拿一個牌子啊 欸 這陣子就很常常 髮痘 不管是 髮痘 你說那個狗嗎 反而以為是這個問題 就是頭髮的 用錯我洗髮精 對 油脂分泌不平衡 然後我就開始 就是有陸陸續續 更換一些比較控油的洗髮精 來換著使用 但是使用結果之後 還是 要滿多的 你不會感覺到任何的 頭髮的拉扯感 但是你這樣子 手上就有兩根頭髮 那我真的覺得 到底會發生什麼 真的很想去看醫生 對 但是我一開始不敢去看醫生 我先去做頭皮護理 哈哈哈 我那時候跟他講 為什麼做頭皮護理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一直掉頭髮 我就一開始就一股腦把我的原因講出來 但他就先 stop me 他說 他stop你啊 他還滿有良心的 對啊 我也覺得 掉頭髮其實是非常正常的 有可能換季 或者是你用到不對的洗髮精 或者日常做洗 有比較溫亂的時候 都有可能掉髮 那這個頭皮護理 不一定可以改善 所以那一天我就改錯護髮了 哈哈哈 但是他在幫我做護髮的時候 又有跟我說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掉頭髮的話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醫生 因為他說他女朋友之前有一陣子 也是很常掉頭髮 就是浴室裡面的洗手巢 那個排水孔都是他的頭髮 然後後來去檢查 原來是因為 他女朋友有貧血 然後唯一聽到說 貧血 那不是我的老頭病嗎 你之前就貧血過啦 對 也很久沒看了 最近也常常被人家說 臉色大概非常蒼白 嘴唇很白 而且那一陣子 就天氣冷的時候 我完全不想離開床 就整個人很倦怠很懶怨 對對對 冷的時候我就會 比如說我那天在家裡沒事 然後早上起來 可能在廚房吃點東西 就覺得好冷喔 然後就躲回床上了 然後躲回床上 沒多久 我就睡著了 天氣冷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天氣熱的時候就會覺得 什麼事情都不想做耶 然後就倒在沙發上 然後滑手機 然後一滑 四點了 今天好像又一室五成了 我本來以為是春捆 後來也太困了吧 但後來我覺得 這種問題好像 有點嚴重耶 就太懶了吧 對啊 這真的太懶了吧 然後後來偶然無意間 我又有發 滑到一個 類似那種健康新聞 他說 在說 假狀腺功能低下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假狀腺機能抗進 假狀腺機能 所以眼睛很凸 對 然後很累 然後很急 對 但假狀腺功能低下就會反過來 你這個人會 就很懶 對 就像我一樣 因為我之前也有去檢查過假狀腺 我其實是不太能吃海帶 或者是海苔類的東西 也是有一陣子沒有去檢查 要不然就趁這一次 就一次去檢查吧 於是我就去掛了 那份米科 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最近 就是做什麼事 而且也不緊急 我覺得假狀腺好像有點 是不是功能低下 啊還有拼血 然後他就幫我安排了抽血檢查 也幫我安排了假狀腺的超音波檢查 我看的是一個 就是像媽媽型的那種女醫生 他幫我檢查 因為超音波也是他自己幫我檢查 他也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很憂著來的人 要看報告的那一天 看到那個報告 他就說 假狀腺功能沒有問題 然後他往下滑 然後他看到血紅素的數字 他說 血紅素數值太低囉 你這個要趕快去看喔 這真的有平血喔 我就感受到他那個態度 也那麼悠哉的人 都突然變得 叽叽起來都好嚇人 真的假的 因為我那個血紅素數值 後來我自己有查 我的血紅素數值是7.6 正常一般女生的數值 女生跟男生的數值不一樣 女生的數值正常是在12到18 那氣真的很低耶 有夠低耶 真的超低 而且那個醫生嚇到什麼程度 他直接立刻說 你這個要趕快去看耶 我幫你掛那個 黃鼠院的門診 他直接立刻 現場幫我立刻掛號 他立刻幫我找到那天有看的 然後是不同科 你評寫的話要看血液腫瘤科 真的假的 評寫要到血液腫瘤科 對 聽到血液腫瘤科 有沒有覺得很可怕 很可怕 對啊 我是覺得很可怕 而且我跟你講那時候護士就出來給我單子 就說你等到血液腫瘤科去看 然後就問他血液腫瘤科在哪 然後他就說是在那個新大樓 我是去台北醫學院看的 是在台北醫學院的新大樓 是在什麼大樓呢 是在癌症大樓 好可怕 魂明色變的大樓 對啊 我嚇死了 但那個其實比較癌症大樓 那叫蔡萬才大樓 那叫蔡萬才大樓 那是誰啊 很特別的是我的那個整單上面 我的名字旁邊有誇號 謝謝方爹 什麼意思 預防的防跌倒的跌 可能很容易暈眩吧 對 我那時候內分泌科醫生看到 我那個數值他還問我說 你平常都不會感到頭暈嗎 然後我就 嗯 然後他看到這個反應 他就說 那應該是很長期的 就代表我長期回來 你已經適應了用這種 我已經適應了 又這種很暈眩的在過人生 我看了裡面那個醫師也說 哇這真的挺血喔 那可能要開始開一些藥物做治療 然後他就突然問我說 我平常很容易感覺到很累喔 我就 好像在算命還問事啦 很像心理諮商 對啊 累了 平血的話你如果是缺鐵性平血 其實可以先靠吃鐵劑來做藥物治療 看你有沒有改善 於是我就先拿了一個月份的鐵劑 然後吃一個月之後再回去做抽血檢查 看看你有沒有改善 不用到現在已經快兩個禮拜了 我的身體真的發生了非常大的浮變 對啊 嚇到了耶 突然變得很有活力 對我不春困了 我一點都不勸待 我現在非常有活力 而且是有活力到那種 如果我還維持著跟以前一樣的作息 比如說早上起來吃完飯 就躺在床上的話 我晚上會大失眠 我已經其實失眠好幾天了 就是吃完鐵劑的第一個禮拜過後 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現在行動力蠻高的 就我想到什麼我就會去做 我就會像 我就像每天要出去散佈的黃金獵犬一樣 而且我還有發現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我素顏的我的嘴唇開始有血色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 如果身體有問題 真的趕快去醫院看一看 抽個鞋結束 有時候懶真的不要怪你自己 對 對 都是憑血害的 你的身體是個機器 不是我的問題 我為什麼會那麼懶 是因為憑血害的 我現在沒有活力 我現在一點也不懶了耶 我以前爬他那個六樓的樓梯 我是到五樓我要休息一下 沒有他會休息 好累 好累 然後再爬最後一樓 爬最後一樓到這裡還要 我再要死掉 我要死掉了 他這一氣呵成的爬上來 都還可以有那麼有元氣的叫我 我覺得好奇怪 完全不再有預設的範圍 爬樓梯會喘也是平血很重要的一個 就代表你身體的摄氧力很低啊 對 你就是沒有氧氣 你身體缺氧了 所以之前才會那麼懶 那麼昏昏欲睡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大家可以檢查一下自己 有沒有這個徵兆 就是很愛吃冰塊 我有時候會吃冰塊耶 那你可能有一點點 可是我只是想要把我拿到的飲料都吃過 那我之前 我之前是很病態的想吃冰塊 我沒有 就是我真的像被屌數一樣 我聽到你在那邊晃 比如說 像Seven跟全家的拿鐵冰塊不是很多嗎 我聽到他的聲音我就 不行了 血液裡面 因為 因為 瓶血嘛 所以含氧量會變低 然後就好像會 渴求冰塊 那你如果爬樓梯會喘 愛吃冰塊 然後覺得很常 全身發爛 吃B群也沒用的話 我覺得你有可能是瓶血 那釣法也是 其實釣法都是要抽血檢查 你知道嗎 因為我妹之前也有看過釣法 那你要檢查出 你為何會釣法掉那麼多 通常都是抽血檢查 很多人都是那個時候 檢查出來自己原來有瓶血 所以大家真的 要好好觀察自己的身體 找到病在哪裡 因為你看我瓶血那麼嚴重 我7.6耶 真的是超嚴重 等於是我一直以來都是 如果正常素質好 我們是18好了 我等於一直以來都 用1%到1%的協調 在過我的人生耶 但是 我只是吃了鐵劑 甚至一天只要吃一顆 就可以改善那個 我就覺得 其實要改善還是滿容易的 那會開始注意 什麼東西是比較有鐵質的食物嗎 不會耶 因為我不喜歡吃菠菜 我也不吃牛肉 難怪 難怪 可是這樣的話 如果代表那你就要 一直吃鐵劑下去呢 嗯 嗯 因為就代表你 那不就代表你 合成那個 你就是缺這個東西嗎 那你又不補 那你要怎麼辦 如果不吃藥的話 我等下半點最終吃 如果真的太鼻子去吃吧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重點還是 要跟大家說 一定要時時刻刻 關注自己的健康 對啊 台灣看醫生那麼方便 健保那麼好用 大家真的 要好好愛護自己的身體 真的 每半年還可以免費洗癌吃 對 要在 還可以 用簡單的掛號費 解決的時候 就把這些疾病解決掉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也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跟衛生儀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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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一看 都知道 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聽到 不同 會不會